好吧 最近再回歸手機好了 因為對手機超有興趣的 那像這個最近我比較在研究是保護貼 那這一集包含講說保護貼要選霧面的還是亮面的 還有到底要不要貼 那其實如果是iPhone 12以前的機型 我自己的就是體驗 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定要貼 因為螢幕很漂亮 所以其實你比較在意的是 它有時候就不知道怎樣 忽然給你刮一條小痕的 你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以前就是基本上12代以前 12以前的你都要貼 我會比較建議要貼 那但是以前的就是螢幕保護貼 我是覺得包含很貴的 我覺得都做得很不好 因為很容易就邊邊就破掉 那等一下再談 那我們先講12到底要不要貼 然後要不要貼霧面的還是亮面的 那我的自己的體驗 不貼跟貼還有包含我去參考資料 我會發現說就是12他們這一代做的 他的這個螢幕 他們是說什麼超齒什麼鈍什麼很強的 你不管是你去看國外的YouTuber或國內的 如果真的或一些大陸或者是一些國外真的很專業的那一種在測 他真的很強啊 不要說是因為有一些廠商他是賣保護貼的 他一定會說這個再搶都沒用一定會破還是什麼 可是他們真的實際測的時候真的很強啊 他們甚至把他放到很高甚至一樓多什麼丟下去 他整個變成反而是他的機殼全部都破掉都壞掉了 甚至裡面的零件都壞掉螢幕都閃爍了 保護貼都沒有任何事啊 所以其實12他可以不用貼保護貼啊 他反而是他的框很容易就受傷了 那因為我之前有提上說用裸機就是說 你就是要很小心啊 不過就是說他現在的狀態就是說 你反而變成是你要去在意是 你現在如果要買12的人 你反而是要在意是你的框不要甩爛 你的螢幕比框還厲害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不要貼 其實是根本可以不用貼啊 那不用貼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你再也不用擔心 你去買殼再也不用擔心會不會說擠啊 或者是殼會不服貼啊 就是說你就不會挑殼 你就是可以直接裝殼 所以他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螢幕你就是保護框 挑殼的話就不用去選殼會不會不符合 所以這個是不貼的好處 而且他真的很硬啊 他包含他們用那個 現在所有的保護貼都是他們都不要綁9H啊 可是真正的就是 即使那個都不是真的測 他們要測的硬度是大概可能8到9才會受傷啊 可是你日常生活的90到95%以上是根本不會有那些物質 所以根本不會刮傷也不會受傷 是12喔 然後如果是11 可能就以前的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強 那所以12是可以不用貼 可是他的問題是他的框比螢幕還脆弱 所以你要買一顆 好但是來了如果不貼 那不貼他有什麼問題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我不知道他的設計為什麼 他的螢幕如果你不貼保護貼 他摸起來會色色的 所以我發現我只有裝保護殼的時候 他就會整個周遭或螢幕很容易有灰塵 你如果不信你就試著買全新以後 你把它那個保護膜撕掉以後 你就買一個殼就好 你只要放進口袋 你會發現你整個周圍全部都是灰塵 所以如果你不貼保護貼 我覺得唯一只有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美觀 就是第一個很多指紋 還有很多灰塵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他設計的問題還是什麼 他什麼都好 可是他的為什麼螢幕會閃閃 他沒有輸油輸水塵 好像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今天會很在意很骯髒 或者是螢幕會有灰塵或指紋的人 你一定要貼啊 不然你會看不下去 因為他整個我放進口袋全部都灰塵 那唯一一個方法就是 除非你像我一樣就是裸機 裸機的話 他這個是水平的 他的這種邊是水平的 所以如果他邊邊角角灰塵 你一撥他就掉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裝保護殼 他就會全部在周圍 所以我會建議說 為什麼還是要貼的原因 反而不是因為強度 也許你的保護貼的強度 都沒有這塊螢幕的印了 一下就破了 可是你主要的原因是要 有輸有輸水塵 就是我現在這個有貼啊 所以我這個在滑 在擦拭或什麼都很容易 而且比較不容易留灰塵 包含我裝殼 他的灰塵也不太容易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要貼 反而不是因為防衝擊 反而不是在保護螢幕 而是你如果真的要選擇保護貼 即使12的話 你是要不要有灰塵跟指紋 不然他原廠的螢幕很多指紋跟灰塵 就是他摸起來閃閃 這樣子 除非你用了三四個月 把他整個上面的一些塗料 什麼都弄掉 才稍微有一點光滑 可是你有光滑的時候 你會發現更容易累積油汙 那你貼好的保護貼就會有 可是你現在貼保護貼 有一個問題來了 價格高的跟低的 如果你貼高的有的 現在其實保護貼最大問題是 周圍的強度太低 所以周圍的強度如果太低的話 周圍很容易就破掉 所以我之前有貼過 某些牌的七八百一千的 我只是放在口袋 我沒怎麼樣他旁邊就列一條 所以 我現在用到現在我只敢推薦一個牌子 可是我這不是業配 因為我根本也沒有什麼在經營這種 所以我的時候我是貼小好的 小好的他有用那個機器測試 可以到四五十公斤 然後像我這一支 Pro Max 已經用了五六個月了 五個多月了 都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比我去買一片 就是那種普通的 老師在那邊更換 因為很容易就破掉 不知道為什麼邊邊角角就會裂掉 那我不如買一塊就好好的用 所以我會認為說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買 你可以多上網去看哪一些人 他有做測試的 就是他邊不要會破掉的 你去買 那我現在用到現在就是小好的 還有他的酥水酥油層真的不錯 但是我沒有業配 他如果是他也以後願意贊助我 當然很開心 可是我是說實話實說 我沒有幫他講話 那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貼好的 就是你如果要貼一片都不要換的 就是你可以貼好一點的 然後他要測試 他這個邊緣都 我看他測試可以到最多都五十幾公斤 那已經很強了啦 一般的可能十幾二十都破光了 我有貼過很多 那你如果是說我才不管啊 反正我只是要貼一個就是 輸油輸水 不要有灰塵的 那其實你就是隨便貼就好 那個會比較符合經濟效益 但是就會變成說 你要常常去換 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貼保護貼 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因為他這是全滿版的 你可能要貼2.5D的 全滿版的一定會挑殼啊 挑殼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這個邊邊有可能 你的殼 殼會勾到 所以你要去想辦法 要注意 就是說你最好是貼完 如果你能去試 裝機是最好的 你不要直接就買回來 不然你直接去買 就是會不行 不然就是你要多去看網路 有沒有人已經買過的 你要問他說 會不會卡殼 會不會卡螢幕保護貼 有的他的殼 他會往裡面凹的 更要注意 用一個給你看 就是 有的他的保護殼 不知道你們看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就是他的側面 他的側面如果是 這邊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你們這樣看得清楚嗎 像他這個就是 有一點這樣勾進來 他的這個殼 旁邊他這一塊啊 他好像有一個這樣子 凹槽是這樣勾進來的 就會擠壓到邊了 所以這一種的殼 可能就是 就是可能要 要 就是要注意啊 就是看他會不會挑殼啊 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個跟你們分享 最好是人實際的去看人家的影片 然後不然就是裝2.5滴的 2.5滴的話是絕對不會 比較不會去挑殼 還有就是如果保護殼 他們有一種防水的殼 他可能你如果貼保護貼 他就不能裝了 因為他有厚度 所以就是跟你們分享說 到底要不要貼啊 我是認為要貼的原因 不是在於防護 保護他的螢幕 因為12的螢幕太強了 而是不要灰塵跟紙印 然後再來就是 霧面跟亮面怎麼選 這一支是亮面的 這一支是霧面的 那我會覺得你是選霧面的 因為其實我是覺得 已經看不太出來 飽和度稍微差一點而已 就是顏色的鮮艷度 這個會比較好 可是我會覺得 如果你不是霧面的話 更不會留指紋 而且他在滑更滑順 所以我會認為說 你既然要貼了你就貼霧的 除非你是說 像我自己本身有在 編輯一些照片影片 我必須要把顏色看得很清楚的人 紅就是要很紅 黃就是要很黃 那你就是要貼透明的 那如果你不是那麼的在意 我覺得不會差到很多 就是你就貼霧面的 因為我覺得霧面的 它的不管是怎麼樣 它的手感跟它的防髒防滑又會更好 所以今天就是跟你們推薦說 到底12要不要貼 其實是可以不用貼的 那如果不要貼的話 就是你一定要裝殼 但是就是你 它會很容易有汙垢 除非你全裸 全裸肌就是不貼也不裝殼 那就絕對不用什麼問題 可是你要很注意 你摔下去框可能會壞掉 那如果你要貼 我建議你一次貼好的 旁邊不會破的 然後貼霧面的 對 那如果你是影像 像我在調整 就是有在拍攝和什麼的 我就一支是貼亮的 一支是貼霧的 對 那一支比較常在工作用的就是 如果是攝影工作 或什麼一些影片的 你就是要顏色很明確的 你就是要用亮面的 那沒有你就貼霧面的 真的霧面的真的是 我是真的很贊同 那用到現在的保護貼 我也貼過那麼多品牌了 我最後就是去貼小好的 那我沒有再替他廣告 是真的他的 我貼了以後我都不用擔心 還有我如果發生問題 比如說我貼有氣泡和什麼 有的沒的 他都換新的給我 除非是我有人為的因素 那人為的因素他半年也才 再花兩百塊又可以再貼一張新的 所以就手續費 所以我是覺得說到底要不要貼 如果你也是在憂鬱的 因為我前陣子也在憂鬱 那有去測試發現 其實可以不用貼 可是你不用貼 你就是要注意你的框 還有你的灰塵 你是不是可以在意 那如果你要貼 你要在意的是保護殼 能不能相容 不然你就要貼2.5D的 不要貼全滿版的 然後亮面跟霧面 你如果不是要工作 或者是 你不是要有一些影音要看的 顏色很精準的人 貼霧面一定沒錯 真的是 很乾淨很好滑 又不會有什麼質感 他很有質感 就是這樣子 那這一集就講到這邊了 所以你看這種霧面的就是 他都不會有任何的一些 一些髒髒的 所以我就是跟各位就是 分享到這邊 好 那今天就談到這囉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